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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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您到哪儿了 我坐过站了 什么 坐过站了 哎呀你看说起来也是 这公交站的人 怎么这么马虎呢 不知道叫醒你一下呀 闭嘴 董事长 刚好安助理也来了 您现在是哪个位置 要不然我让安助理见您去 终点站 好了 好好好 我看到了看到 真的有刘欣宇啊 什么 生日当天就能看到刘欣宇 你可真幸福 你 保持距离 最爱神秘 不怕是最弱的地 来一次亲密 这梦深 来 喂 董丫头 干吗 别叫我 你要说点有的没的了 我也不想看上你这样 从小人上嘴脸 你真不敢 不敢 不敢 干吗 漂亮吧 哇 好神奇 原来 刘欣宇就是这样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哦 对了 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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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 我那时候好像没许个悦的样子 那我也来许个悦 一 我希望赶快有车 带我离开这个肮脏的鬼地方 好 还有你叫什么来着 要你管 好 那我的第二个愿望就是 撤 撤回来啦 不会吧 这么远 看吧 这就是宇宙的奇妙啊 那这么一来 你第二个愿望应该很快会实现吧 我的第二个愿望 是什么来着 你知道我刚才撤来之前 许的是什么愿望吗 我哪知道 就是 让我的人生当中 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你的名字 感谢老天爷再见了 拜拜 再也 不要 你的名字 出现在我这里 不是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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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 你知道吗 比如说 对流星许愿真的会灵验吗 你知道阴纤座流星雨怎么来的吗 有科叫斯维夫特塔特尔的彗星 每当它飞向太阳 核心的冰物质飞升出大量的小碎片 再与打起层摩擦 就变成了阴纤眼前这些流星雨 所以呢 所以你跟流星许愿 不如去外面几个话试的 话也不能那么说 应先做流星雨又要做圣洛朗的眼泪 据说是神为了希望洒下的种子 看到的人如果许了愿 在传说里啊 是可以成真的 你看看 还是你老公上的 不过 以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声音愿望达到的时候 流星早就陨落了 所以要用特别的方法 光速每秒三十万公里 传到大气层绰绰有余了吧 现在 立刻 马上 实现我的愿望 明辰 快管管你老婆 你俩真的够了 我不管 我也要来 小坏蛋宁飞 如果你听得到的话 现在马上跟周氏一起滚回来 都跟你说了音速 闭嘴 我刷个存在感不行啊 再说了 许愿这种事本来就不科学 随便说说还真的当真了 那个 你们是不是也收到一样的短情了 喂啊 你相信许愿吗 我不相信许愿 如果许愿能成功的话 就都不需要努力了 很多时候 这不过是一种心理逃避 那 那你相信立队吗 啊 董事长 董事长 我不相信许愿 但我相信新成泽灵 只要你们有缘分 一定还会再见 谢谢 我这里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好 新成泽灵 永远相见 可他要再不回来 我还能记住他多久呢 你去做一个小小的组织 你去做一个小小的组织 酒店是停电了吗 没有 原来是这样 董事长 您 您怎么办 没事 不是 我可能 看不见了 可能是我眼花了吧 我还以为是她回来了